又到新年了 MyRadio和普羅政治學院 今年會在維園年宵市場的 14、15號攤位供候各位光臨 今年除了會有一系列新款T恤出售外 還有歷史在銷和抑敏匯客室的USB手指 精美環保袋和蝦麥版抑敏碎杯發售 賣光就沒有了 大家記得在今個月的10號至15號 過來我們維園的攤位 馬來西亞當年那些做官 他習慣了和你拿去英國受訓 去那裡拿了聾燈培訓 無論你是男女 那你旺旺旺旺落貨 晚上當然是去酒吧撲一下 和你的同學和同袍就去酒吧撲 撲一下有一晚無論端端 喝很少喝醉 藍馬佬睡醒就是屁肌尺痛 女人睡醒就是屁肌尺痛 你有沒有人不知道是甚麼事 無論端端尺痛 一個屁肌尺痛 一個前面妹妹痛 那些女人又 那些官 好了 你沒甚麼事 痛是痛 昨晚不夠睡 一個星期 有人叫你 你搞甚麼事 收了這麼投訴訊 有相片在這裡 又是中伏 好了 人家收了投訴 寫報告解話 你的成績這麼好 麻煩你教我怎麼做 他問你教他怎麼做 你倆貴老 lynch 我要握你慌張 那你去問我 看甚麼 我去問你 你這個人才 我鎖起他 放在黑棺材上 先知道我去認識 你才好 你當然好 好,一定是好的,局長住要好 好久了,就跟著回去升理官 支支整整就升一級 但你始終忌忍住 你也有個… 有手招 我丟你了,我尾 要是你就衰十一 你看看我們的拳仔,拳哥 誰來香港,他都招呼他 英國官,大哥 大哥管你一個殖民地 不留下幾手,你沒怎麼管 青龍和団子 二棒爺,粘去 二棒爺,二棒爺 大招,二棒爺,二棒爺 添我,二棒爺,二棒爺 二棒爺 二棒爺,二棒爺 二棒爺,二棒爺 第二棒爺,二棒爺 二棒爺,二棒爺 外面的大賽科斯接近終點 步步友好輕鬆贏出這場香港 因為你這樣 回來最後一節的馬場USB 為何會將我準備說的東西擺放在這一節呢 其實上星期 升了上兩個星期 在說Role to Classic的時候 你都提及過 我們那隻性格馬王 霸基之性 過了三關 那怎樣情況呢 其實之前 你講的時候我都解釋給大家聽 他要過四部曲 叫做出伏出四部曲 跟接近正改 接近的 那個垃圾正改就是五部曲 這個比較重要 就是四部曲 之前那兩關 要先試 要在兩個千六以上的彈閘 草閘 就要不試合格 之後呢 就要再試兩顆千六米的大閘 就是很多 拍著 這樣跑 合格才可以給他 復出 之前那兩關 都搞了很久之下 搞定了 其實第二次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第一次 過第一關的時候 其實隻馬曾經在去那個位 有一度是有少少慢 慢了 但是最後 就是他推斜之下 都叫做過倒關 接著到第二次 就再好些 接著到第三次 那就是試大閘了 那麼 在未講這個大閘之前 其實呢 我也想告訴大家 一件事 就是有一件事 都想跟大家說 就是說 這次呢 其實這一次 高東來做這一堆 這一連串的事情 那其實表象 你都看到了 頭兩次 就是拍跳彈 彈這個草集 都是找他好朋友 聖木榮 他和你一起去 你懂得說 你真的知道我想說什麼 好朋友 找了聖木榮 其實他三個集 都是跟我好朋友 你等我慢慢講下去 你這麼快講 那麼第三次 第三次呢 其實兩次就找聖木榮 那麼第三次了 那就試這貨集了 那我們呢 都要讓大家知道 這貨集究竟有什麼馬 有份跑這個集 我們先去看圖 這個就是他最後試出來的 結果 有什麼馬幫他試呢 除了一隻聖木榮 他好朋友 另外就有些 福將應該下個禮拜 就要跑經典杯 這隻就 這隻 跟著那些三思飛驅 尚利多 你見到安全 跟著那些千金一落 機緣載 華麗載燕 華麗載燕 第二盞綠燈,最主要是看那個位置有沒有問題 沒什麼問題,都是找好朋友幫他試 其有趣的地方呢,先停一停 先回來先回來先,先不要播這條片 剛剛第一組集,第一個彈集 你剛才看到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這個是第二盞綠燈 我想剛剛看到的東西,提一提,講一講給大家聽 你有沒有發現,剛剛這個拍跳彈集 巴基之星是要穿菜衣的 有沒有看到他穿了菜衣 是 醒目明他 因為考襲 考襲不用穿菜衣 正常考襲是不需要穿菜衣 但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讓馬知道 不要讓馬知道這個 不要讓他誤解這個,等於一個普通當是真跑 只不過是一個兩隻馬跑的原因 如果他穿了一件菜衣,他那裡停了 那就炒了 所以這個是要讓他知道,是其中一個教他的方法 一會兒為什麼我會提一提這件事 跟之後我跟著講的那些氣肉有關 我們可以看課事集 好,那一起步就看到巴基之星 這個位置其實最重要是看這個位置 很關鍵 那麼他會不會停呢 你看到幕雷拉 沒有好像以前又打什麼 他自動已經彈出來 當然那些對手很弱 然後看到一隻醒目明驅在他旁邊 帶著他跑 現在就 其實就過了最危險的 過了危險時期 因為其實那裡沒有收慢 是啊,沒有收慢 還有 這裡就開始慢了一點 那醒目明驅就透過出來 其實他都一直拖著 他其實拖著就沒有給到 其實這個集 我喜歡什麼呢 這個集他有一件事就是說 他拖著 因為我們初初在巴基之星那時候 尤其是看他贏那場新馬錦標 阿莫他現在又打 什麼都出齊 才贏到那場馬錦 你看到這一副集他自己走 真的 你看到的 即是這隻巴基之星現在 現在破關而出 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比他跑女王杯時候 更加收斂 你再過一次 我先走了 現在就 你看到其實就是說 沒問題的 他現在 這裡有一點點兇了 他的頭去外面 但就影響不是太大 因為這裡都差不多回來 那麼小木明驅就帶著他 就一起拍拖 現在最後二百米就拍拖 這樣就慢慢回來 因為醒目明驅都已經力藥要換腳 但相反巴基之星都是站了 都很輕鬆 隻馬都是給正常反應 這樣就贏了這些貨拆 其實他都沒有給反應 也沒有什麼給 即是他都有反應的 即是他有一點點推一推 但隻馬都給到反應 就是幾個正面的事情 第一 起碼雷神上去了 他不會 因為當日我們試完第二貨拆 會不會扔他下來 會不會反桌 因為這隻馬這麼有靈性 他一定認得 這隻馬很好記性 認得他騎的那個是誰 一看到他不足 就扔你下來 還有就是說 其實在出了閘不久 跑到1400米那個位置 其實他有一段 即是他有一段 即是他有一段 即是他有一段很快的一刻 他是有些少少收慢的 但那一刻是很快脫 因為其實我原意 即是如果你看到我原意 我就估計 其實他最初他就不是想放在前面 就是希望就是 那隻死木鳴駅和裡面那隻 就夾著他三隻馬 拍著 就等他遮住了 視線上看不到那個1400 那他就繼續走 但是怎知道 他就真的太快 因為這隻馬 就像你所說 一直都是狀態很好 很適合的 那他自己就湧出來 所以他有一段 即是那個很短的一刻 那接著雷神收回證 就給他那一刻 所以他就跟著繼續走了 那接著 到回回 到轉了彎 那就是他那隻 好朋友 醒目鳴駅就帶著他 就回來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集都是叫做 順利 即是我在今天 今天報紙 我出街那個專欄 我就覺得 即是高東來他這個安排 我覺得他是兵行險著的 因為如果 真是他爬上去 他不認得 而不 霸跑 又或者收停的話 那就是前功盡廢 就完結了 那叫做總算 就過了第三關 那為什麼我剛才 帶出了這麼多東西呢 那剛才我為什麼說 本來一直播下去 但是我看到那個彈集 我們為什麼要停一停呢 那大家都還記得 那就是十二月的時候 十二月 即是國際賽那段時間 那時候 其實都 大家都 如果一些熟悉 即是馬 不應該說熟悉馬 應該是熟悉一些熟悉的 熟悉一些熟悉的熟悉馬師 大家都應該聽過 Monty Roberts這一位 即是八十幾歲的老人家 這個叫做傳說中的馬匹全心師 根據報紙的寫法 根據香港報紙的寫法 根據香港報紙的寫法 不要說香港報紙 是的 即是很簡單 他就說 形容這位馬匹全心師 是可以跟這隻馬溝通的 知道那隻馬說什麼 所以我就叫你不要說這些 因為我準備就是 為什麼我今天要說這位Monty Roberts 其實初初我都 即是十二月的時候 我自己都對這個人 都是比較陌生的 即是有聽過這個名字 但是不清楚 後來就是 看一個 即是有些報道 就說他找這個人 來救隻巴基茲星 即是救隻巴基茲星 之後我就用比較多些時間 去考究一下 這位老人家究竟是什麼 這位老人家其實本身 即是他未去做這個地步之前 他其實本身都是出自一個 連馬世界的美國人 那最出名的就是 當年英女王 英女王都有找他 去幫他旗下的馬聊天 另外他也是 即是像你這樣說 他自己是鑽研了一種 即是 和馬匹溝通的語言 即是俗心術 那他也都是在美國 自己開了一間大行 我們是專教這一科的東西 那 那除此之外 當然他也寫了很多 寫了很多書 講給大家聽 即是在馬那個世界裡面 怎樣跟馬溝通 有什麼方法溝通 也說從看馬的 一些身體語言 去理解究竟那隻馬究竟是怎樣 所以我就用了很多時間去看這件事 那當然 剛才我為什麼會講 在彈集之中 我為什麼要講這幾件事 那就是要追溯回頭 就是說 當時他來到香港 他去了高東尼馬房 看了這隻巴基斯星 和他溝通了 那當然你說 當然他後來之後那些報道 就說 其實很多那些大家都知道 雷神打到什麼什麼 打到什麼 沒有 沒有 那些大家都知道 不過呢 重點不是這件事 重點就是 我今天報紙這樣講 就是說 他應該是除了去了解 跟隻馬溝通了 知道隻馬是什麼事之外 他是 在那個 即是怎樣去 對證下弱那方面 他應該是跟高東尼 是 教了幾招給他的 那剛才你看到那些 就是穿著一件衣去彈 去彈 去彈 找隻聖木鳴 找隻聖木鳴去拍他 那這個呢 我不排除了 這個純粹是我自己 就是看這麼久的 自己的估計 亦都是 這個亦相信是 Monty Robbins 他其中一個 一個 方法 去將這 令到這隻 巴基斯星 可以 就是重新出發 這樣講 那 那 那現在的效果 就起碼 現在過了三關 連最惡那關 最大禍那關 找雷神去跑 都過到關 那現在就是說 那 應該 阿拉特 今天開咪之前 都提醒了我 應該是下個星期二 這個我講 等你講 其實就是下個星期 因為要被 根據馬會 有官方新聞稿 他就寫 為了要讓馬匹備戰 這個女王銀禧杯 和女王銀禧紀念杯 和香港金杯 就會準備 有兩個特別試襲 會準備 一個就是一千米的草襲 那 那個就只限給六十分以上的馬匹去試 另外一個就準備多一貨千六米的草襲 就給 那個 那個集 就是評分較高的馬匹 就可以優先出賽 那 香港金杯的報名 和這個女王銀禧紀念杯的報名 其實就是禮拜一 應該下禮拜一出 是的 就是禮拜一就要出 那就是說 巴基之星 他要決定什麼時候復出呢 其實就好看 你禮拜一見不見到他那個名 那如果見到 那他跟著就試那個 跟著就是禮拜二 要去試那個千六米站 拿完合格 那就可以正式 就破關而出 那就正式可以復出 那也都要提多一點點東西 如果他要試第四貨集 你很大機會就沒有一個醒目明區帶他 因為醒目明區 就準備要三月頭去衛免這個澳港杯 今年的澳港杯是三月考的 先考澳門先的 香港是不知道有沒有得考的 那他就準備去澳門 就衛免這個澳港杯 那就變了就是說 因為他有他那個操練上的考慮 就不會再有醒目明區帶他去試 不知會不會都佈了醒目明區下去 他試都可以試完才去澳門 這個問題不大的 那這個不知道 那有說就說 不會再有隻醒目明區帶他去試 那不知道 那怎麼辦 總之就下個禮拜二 那我猜很大機會 因為通常有人做這些事情都是連戲 一氣呵成 你不會說試完 然後我等一個月 跟著再試完那個貨集 一定是一氣呵成 就算他跑不下香港金杯也好 那他都試了先 拿了一個合格 跟著才知道 再部署 但是我們覺得 因為隻馬我們經常都說 你看到其實他試過幾個禮拜 都是很適合的 其實這樣就 其實當已經是熱身了 撻了 很大機會就會跑香港金杯 如果是的話 那我繼續說 所以剛才想帶出一件事就是 現在你們大家看到 就是對於這個巴基之星的速練 事襲各方面 其實我相信是很大程度 當中他們要做的事 甚至乎找隻醒目明區去拍他 都是有這個高人指引的 那也是因為他曾經就是說 他來香港的時候 他也去過高東尼馬房 那所以我可能他可能都 就是 可能也都跟沈玉民 他就說 喂你拍銀檔幫幫幫忙 那樣 那馬就回答他 好啊好啊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樣的事 但是這位老人家 其實他有一樣 除了獨心術 跟馬溝通這件事 厲害之外 大家 例如說 我今天準備了一條片給大家看 就是說 就是說 很多 亦都是一個 叫做 冷知識 也不是說冷知識 只是一個講學 就是講學 是怎樣呢 例如說一隻馬 你一隻馬馬一回來 完全是一隻周遂馬馬回來 什麼都沒有 那通常 你們可能會聽到 有些 有些名詞叫做 Break in pre-trained Break in pre-trained 是什麼呢 Break in pre-trained 大家都知道 就是叫做基本訓練 但是 在未進行這個基本訓練之後 就叫做Break in 其實Break in是一件什麼事 就是說 第一 就是 因為馬本身 你買回來 它什麼都沒有 你就是要教那隻馬 就是幫那隻馬上龍頭帶 就是龍頭帶 擺薑城 上馬安 這個都是Break in 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因為 如果你有些馬 本身 如果 真的要教 過程是要教了他們 才可以上 有些馬 如果瘋 有些瘋馬 有些馬 可能龍頭帶 都是搞不定 如果你龍頭帶 都上不到 那碟市民是怎樣拿來跑呢 或者上安都上不到 這樣就做不到 所以 他 待會我準備播給大家看那條片 因為這條片一直播的時候 我都會和大家註解 和大家講解 究竟他是在做什麼 但是 想告訴大家 這位Monty Roberts 其實他 他真的有開學校去修 去教那些 Horsman 怎樣去打你的馬 還有怎樣去 其中他有一條片 就是說 怎樣去教一隻馬 可以上到運馬車 其實就是 這件事 都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因為 有些馬 他一走到近 他就害怕 你搞來搞去都搞不到 所以 這一個過程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 現在 巴基之星 看看他下個星期 真的會不會試閘 如果真的試到閘 就看看他復出 我覺得 就算他跑 呂黃銀起紀念杯 都不出奇 因為他最初都是先死 慢慢跑上去 所以 這個我不再 不揣測 但是就是說 可以看 現在做了這三樣東西 就可以看到這位 Monty Roberts 其實他那個 跟馬溝通的功力能力 是非常之高 那我們現在就去這條片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條片 是否經常講些什麼 其實這條片 都是很多年前 這條片 這隻教堂峽谷 Gran Eagle 一定看到 不是不是不是 其實這隻馬 教他什麼 教他怎樣上案 因為這隻馬之前 是未上過案的 這條片 他就在面對著 示範 在三十分鐘之內 三十分鐘之內 能夠令到這隻馬上案 那這條片 他們就看到他 即是看到他 發一發地等他 其實一條搞 其實很多 break in 都是這樣做的 我不知道阿拉利 有沒有見過 其實很多 break in 都是這樣 令到他慢慢慢慢 等他的目的就是 現在一直這樣做下去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 要令到這隻馬 兩樣東西 第一 兩隻耳 就是一隻耳 近著他的耳 就聽著他的動作 外面那隻耳 就聽著外面 那現在就慢慢 就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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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就在那邊 你看到這隻耳 兩邊就在那邊 在那邊 對嗎 就看著兩邊 觀察 然後他就給他一些訊號 給他一些聲音 慢慢慢慢等他 就可以 融合到 跟這個Monty的溝通 現在收了一部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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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了 慢慢慢慢再收 慢慢收 這裡已經剪了 因為這裡過程是三十分鐘 過了一段時間 慢慢慢慢收慢 他走過去 又再走 因為可以給你看 這隻馬 本身都是生 又亂 現在你開始看到他 走到那邊 他就跟著他 接著 又給他一個獎勵 其實這也是一個獎勵 對馬的獎勵 拍他 現在開始 他走到那邊 他就跟著去那邊 起碼給他看到 對他沒有抗拒 現在開始 就教他上安 開始上安 你一看到他 都是拿著一邊 僵城 起碼放下去 如果一些馬 他沒有受過這個 前引分 進去 他已經是動 走 跳 但是這隻馬 他已經是跟著他 慢慢上 再上 再上安 放了底下 現在放了安上去 你看到這隻馬 都是很輕鬆 沒有抗拒 但是他兩隻耳 都是很專注 是聽著 Monty說什麼 還有外圍 還有外圍 有什麼反應 你看到他很乖 上到了 現在上到了 開始 但是這裏有點緊張 一緊張 就讓他跳 他放鬆了 你看到他放長跳 讓他自己慢慢崩崩跳 因為這個人對他來說是很陌生 他想擺走他 他想擺走 所以他就做出這個反應 但是現在慢慢他就知道擺不走 但是慢慢慢慢 他又乖乖地 放鬆 讓他自己走了 你看到他開始慢慢跳 其實又過了一段時間 國安已經上了 他跟著他很乖 所以他又給了一個獎勵 其實這件事 就是很多break in 的情況 都是會發生的 因為很簡單 就像狗仔一樣 你無緣無故把毛巾放進去 他自己都會反抗 因為始終這些 因為他是慢慢慢慢 要將那些東西 帶到他的記憶 所以現在跟著他 沒有反抗 他又帶著很順暢 其實這條片 跟著再過一段時間 他再放多條下去 就開始 開始兩邊 就讓他帶著 拖著他自己走圈 開始了 你看到他越放越鬆 跟著他走的圈 就越走越大 你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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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條死 一條死 就立著薑石 另一條死 是他後面 這個也是一個 很常見的模式 就是break in 的模式 跟著他有些 他其實有些 給一些聲音 給一些聲音 那些麻話 讓他知道他慢慢走 其實去到這裏 已經是22分鐘 他說半個小時內 其實去到這裏 過程已經過了22分鐘 現在慢慢走 慢慢走都很順 現在讓他自己走 讓他自己走 去到這裏 其實已經差不多尾聲 上了安都要為一個人騎上去 第一次就有一個騎馬 這樣騎上去 他也是慢慢上了安 如果正常一隻完全是沒有這些 這隻experience的馬 他不會給他上去 一上去就已經拼了 還有這個 你看到他上安都上得這麼 很明顯就知道 他都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業餘的 業餘的rider 那現在上去了 按住 慢慢慢慢給他走 因為他其實這裏 這一刻的馬 都嘗試跟人去溝通 所以有時候 你聽到那些人說 那些馬 知道那些人是否騎馬 其實上安就已經感覺到這裏 就是說做幾個動作 跟著就知道這隻馬怎樣 那些 不是啊 是馬知不知道 知道你這個人是否騎馬 這個是 現在他鬆了薑 那隻馬慢慢慢慢讓他走 你可以幻想到 其實這個過程是用了三十分鐘 由一隻從來未上過馬鞍的馬 上了馬鞍 然後安頓了他 亦都令他習慣 再放一個人上去 你看回之前 那這裏給大家看 就是之前 他剛剛上了安之後 就在那裡崩崩跳 因為他不知道 放了什麼 他想逃走 但是到了這個階段 連擺人上去 他都可以應付到 所以可以讓大家看到 當然 Monty Robust 這些技術 你在很多 即是一些木場 在一些木場 即是一做一隻 break in 的馬 你很多時候 都會見到 這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一定是要做這個 要學會 當然還有一些 就是做這個 之前當然就是 要上龍頭帶 即是馬上龍頭 那個也是有一個方式 亦都是一樣的 因為那個 如果他那隻馬是不行 即是不懂 又有亂的時候 他那個 的程度可能是更重要 所以我為何會借這條 借用這條片 就給大家看一下 即是這位 這位獨心 磨匹獨心師 其實正式的學名 他應該是叫做一個 純馬師 那我就在那篇 今日那篇專欄文 叫做獨心獨馬師 是的 所以就 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位Monty Roberts 其實就是 他是做了幾十年 這件事 其實還有他整個家族 他爸爸 本身是一位 練馬師 那他亦都是 Monty Roberts 本身 他都是 懂練馬的 所以他就可以 做 即是在那個溝通方面 你見到他 其實他還有 其實他這個 他本身 這位 Monty Roberts 他本身都有一個 YouTube Channel 大家可以 上Google打他的名字 他會有 你會見到他很多 他這些類似的示範表演 還有他那個叫做 Monty Roberts大學 就是教大家 怎樣在馬 即馬的層面上 其實很多 牧場那些 做事的訓練 都會經過這些訓練 還有就是說 Monty 我不知道今次 馬主 用了多少錢 請他來 但是你看到 就是說 他今天 即是現在你聽到 對於巴基之星 針對他做的所有的事 其實 即是 如果真是這件事 即是如果 巴基之星 真是能夠復出成功的話 大家也可以從這個過程之中 不是說他贏到那場馬 是他跑遠穿著 是的 我是說復出成功 所以我也是說復出成功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過程 你也可以看到 這位老人家 他真的功力很深 亦都是 這個名字 在全世界的馬壇 是一個首屈一指的 一個Horsman 所以 為什麽我今天 就說 為什麽我今天 要借這一節 就和大家說這個 而且還有很多東西 還有一個 譬如說 剛才說 上運馬車 其實他們有一條片 兩分多鐘 大家可以上網看 但是 這位人 他一定是居公自衛 亦都希望 我自己都主觀希望 如果這隻馬 能夠復出成功 即是批復了困難的話 其實對於 現在 對於 香港主隊 跑中距離 那個 那個 那個班底 即我叫那個 港隊班底 其實都是 會如虎添翼 因為 如果他順利復出 即是呂王杯那天 他都一定會復出 那變成就是 高東尼可能會有三隻馬 就會跑 即是照我估計 就是 他三箭頭 前面有馬克羅斯 後面有時時精彩 和巴基之星 是的 所以 大家都密切留意 這個情況 其實今集這一節 我都講完了 其實在節目結束之前 都需要提一提大家 因為 農曆過年關係 所以 賣Radio的節目 都有一些特別的安排 所以 都要跟大家說 就是 由大年初一 2月16日 開始 到年初三 我們 就會暗停 播映節目 大家都要休息 即是 我們的技術人員 都 一年這麼辛苦 但是 因為年初三跑馬 動物射馬 他們的訂戶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我們已經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到時大家訂了動物射馬 到時你們就知道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這三天 因為年初二 是立正禮拜六 當然馬場 USB 就會暫停播映 但是 我就會有這些特別的安排 如果許可的話 我想我和阿拉拉 或者我自己 我們就會做一個 Facebook Live直播 或者不會那麼長 可能是一個小時 或者怎麼樣 跟大家 都叫做節目 還有就是 解構回 講回年初三的賽事 還有就是 但是 至於我們怎麼做 大家要密切留意 就是下個星期三之後 我們在馬場USB的Facebook專頁 和尤達專頁的宣佈 馬場USB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會照做的 但是 形式就會不太同 就不是經買Radio 可能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抽個片種 再給買Radio 幫我們 當重溫地放出來 所以大家就留意 另外 除了這個之外 賣Radio 就會在年初四 十點鐘 動物踩場 就會正式 再回復正常 雖然年初四 那天是公眾假期 但是賣Radio的節目 就會在年初四 如常播映 亦都是 還有一個通告 就是為了配合 連銷市場的安排 2月15日 星期四 連三十晚的節目 天圓解密 合縱遺息 和風火水電 都會暫停播映一次 與此同時 賣Radio 都會在當晚 改為直播維園 連銷攤位的現場實況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留意這件事 還有記得 看我們賣Radio的Facebook專頁 的情況 因為如果的直播 大家都會在那裏 都會看到 可以回來了 應該都說完了 沒有說錯了 今集的節目時間 就差不多了 因為今集都算是 因為我們都會照做 所以我們不用提早拜年 我們就約定大家 在下個星期六 大家就看我們什麼時候做直播 到時我們先跟大家拜年 我們就下個星期再見 大家記得 大家記得 下來維園捧場 拜拜 喜歡這位 然後可以 會不會 有些人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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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